你有过人的体温吗?有过心跳吗?闻过花香吗?看得出天空的颜色吗?你流过眼泪吗?世上有人爱你情愿为你去死吗? 这是我见过最会骂人的妖,然而表面上如此强势的千年狐妖,实际上一直在忍受极寒之苦。 五百年前,狐妖小微用千年的妖灵救了爱人的性命,却因为坏了妖界规矩,被打入寒冰地狱受尽折磨。 好在天无绝妖之路,一直雀妖被冰下绝美的容颜吸引,日复一日的灼着寒冰,这才让小微破冰而出。 一狐一雀便开始闯荡人间,可即便逃出了寒冰地狱,小微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,她随时可能被抓回去,而且为了维持人行,她必须不断的吞噬人的心脏。 我能给你你想要的,你能给我是吗? 梅人,你知道我是谁吗?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,只要你说得出,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 我要你的心。 但是挖心并非长久之际,小微必须找到一个主动把心交给自己的人,才能从妖化人逃脱寒冰地狱的命名。 为此,小微四处寻找目标,化作歌女假装被人追杀,结果真的有人英雄救命。 救下了小微,见对方容貌气质都非繁琐,小微便狐媚地聊过她,然而寒冰却悄然而止。 吓得小微立马躲到了那人身后,没想到对方的身体格外炙热,连千年的寒冰都无法靠近。 小微觉得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,更加肆无忌惮地引诱试探,但对方始终无动于衷,晚上,雀妖迷晕了那人,想要趁机挖出她的心脏,竟发现对方是女儿身。 一天,却要笑小微白忙一场,小微却笑了,这女子是当朝的静公主,性子之善之纯,还有一颗不死之心。 第二日,静公主带着小微来到了白城,召见了戍边将领霍兴。 霍当军可记得,宫中一别,有多久了? 七八年吧? 不对! 十八年有七个月。 静公主的语气中满是柔情,原来霍兴曾是她的贴身侍卫,两人轻微竹马一起长大,静公主对她情愫见起。 霍兴,你喜欢我吗? 然而身份的云迷之别,让少年只能低头沉默,公主一气之下闯入境地,却被黑熊所伤。 霍兴将她救下,却没能保住她的绝世容颜。 自此,自尊心要强的公主便开始以面具世人,霍兴也因为愧疚申请调手边关,然而她的沉默,却让静公主以为她嫌弃自己混,两人就此心生嫌隙没再联络。 如今天朝与天狼国和清修战,要将静公主嫁出去,但她心中放不下霍兴,便奔袭千里来问一个结果。 心上人当着自己的面,和其他女子缠绵,公主看到怒气尚冲。 放肆! 她没想到自己途中救下的歌女,请客之间成了情敌,然而这一切都是狐妖小维的魅术。 晚宴上她主动提出歌舞住行,衣袖偏飞肩,魅术也悄然生效,只见霍将军瞳孔变黑,眼中只有对小维皮相的痴迷。 她痴痴地看着小维跳着厌舞,落入自己怀中,攀袍盖住一片春色,霍将军就这样当着静公主的面施了神志,惹得静公主勃然大怒。 清醒之后,霍将军在公主门口守了一夜,这才得以见面。 静公主试探地询问她是否喜欢自己,却换来霍将军一句忘了我,伤心欲绝的公主以为她介意自己脸上的疤,遭到拒绝的她不愿意顺从和亲的命运,于是纵身一跃坠入湖中,快要窒息的瞬间,小维就起了她。 她坦白了自己狐妖的身份,说男人眼里只有女人的皮相,如果你变成我的样子,她会怎么对你? 一番蛊惑之下,静公主同意和小维互换容貌,只为看清霍心到底爱水,一场水中的人妖换皮开始。 从现在开始,你是天下最美的女人,为了得到你,当你做任何事,说任何话。 就这样,静公主顶着小维的皮去考验霍心,小维再次对霍心使用了魅惑妖术,让她带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,这无疑伤透了静公主的心。 我没说错吧,天下的男人眼睛里只有皮相,霍心也不例外。 我恨你这张皮,可是霍心喜欢。 静公主勃然大怒,她抽出一件想要毁掉这副皮脑,小维却不慌不忙,说毁了这张皮,她就再也无法得到霍心了。 随后她告诉静公主,有一个办法能够让她永远得到这张皮。 我想,想见你的心永远。 没想到静公主断然拒绝,还找来霍心告诉她小维是妖。 我明明离杀了她! 没想到霍心不仅拒绝,还挡住了静公主刺向小维的剑。 静公主将怒气全都发泄在了霍心身上,招招狠辣要人性命,而霍心自知理亏,不曾还手,眼看性命随微,朝廷的使臣突然来访,还带来了一个噩耗。 朝廷已经将静公主指昏给天狼国王府,五日前她就应该抵达天狼国和亲。 如今静公主私自逃婚,惹得天狼国大怒,现在已经兵临城下,为了保护公主,霍心率兵来到城外抵抗,本想为公主逃离争取时间。 但双拳难敌四手,在万剑齐发的攻势下,霍心还是身负重伤,最后关头,静公主毅然来到城墙。 犯了霍心! 退兵二十里! 三日之内,我必定出城合金! 若不退兵,你们只能得到一具尸体。 权衡之后,天狼国只能接受了静公主的提议,而霍心却伤心欲绝,只因她再次和八年前一样,没能保护好心爱的静公主。 我爱过一个人,一心想要和他在一起,他说他爱我,我相信,后来他又说他舍不下他的妻子,我又修行了千年的妖灵,救了他们的心,因此被打入寒冰地狱,受尽折磨五百年。 狐阳小微忧伤地弹着琵琶,却没留意极寒之毒在身后逼近,一不留神,她便被冻僵了,静公主听到她的呼救,立马解开衣袍,用滚烫炙热的身体帮小微驱赶寒气。 小微诉说着自己五百年极寒的痛苦,她羡慕霍心爱静公主,爱到宁愿为她去死,于是她提出与静公主永久换品,她便成人替公主去天狼国和亲,闻一闻花香,感受一次心跳,体验被人爱的滋味,静公主则变成妖,与霍心长相厮守。 静公主心甘情愿地答应,将自己永生的心脏献给了小微,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这么顺利,变身静公主的小微到了天狼国后,竟发现天狼国的王子就是曾被自己挖心的奶奶,而天狼国和亲的真正目的,是为了用静公主的心脏救活王子。 小微没有想到,自己欠下的债终究要自己偿还,已经变成人的她再也不能施展法术,直接被抓了起来,却要健壮急忙去找霍心求助,霍心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,她连忙找到真正的静公主,不想对方已经面目全非, 原来变成了妖的静公主,必须视心才能维持容貌,她做不到这么残忍的事情,只能任由容貌凋零。 可是我现在不是你的情感,我是丑陆的妖怪。 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告诉你,你是怎么没的。 静儿,是我的眼睛害了你,我就是一千次感见这张皮,也会一千次被她美。 为了彰显自己对静公主的爱,霍心自戳双目,这样就不会再被迷惑。 两人策马奔向天狼国,万幸在幻星仪式之前赶到,两国展开了一场激战,眼看即将胜利,长时间没有实用人心的静公主变得奄奄一息。 为了救她,霍心愿意付出自己。 看着霍心递来的刀,小维再次被感动,她来到静公主身边,说眼泪是苦的,杜鹃花真的很香,她体验过了做人的感觉。 此生便女无憾,她紧紧抱住静公主,此时昼夜混响,阴阳颠倒,小维就这样和静公主融为一体。 静公主得以和霍心长相厮守,小维也拥有了做人的感受,两人互相成全互相拯救,终于获得了圆满的结局。